台湾最美歐巴桑 陳美鳳日前透過社群平台發文透露 這幾天手機故障於是和朋友聚餐後並步行回家 不過穿著了新鞋的她走到半路感覺腳痛 因此想要攔車回家 不久後就有兩個女孩下了車讓她感到很開心 兩人下車時一直看著自己她以為即便戴著口罩 眼鏡和帽子仍被認出來 於是朝兩人禮貌點頭後就上了車 沒想到上車後沒多久 自己就開始自言自語還比畫著奇怪的手勢 起見在她看鏡子嘴裡大聲念叨著神之類的話語 長達20秒沒停過讓她感到很害怕 索性車子剛好停在紅燈前 她便謊稱臨時要去超商 付了錢就趕快逃下車 陳美鳳欣又餘悉地表示 當時下車兩名女子可能不是認出了她 若是想用眼神暗示自己 也不忘記醒眾人 晚上一個人回家時一定要特別小心啊